日本皇家医院今天宣布 一对连头女婴已经在这家医院完成了分离手术 这对女婴来自孟加拉国 只有2岁11个月 分离手术从16号早晨开始 持续了27个小时 手术分开了两个女婴连接在一起的头骨和血管 由于人脑内部构造复杂 血管丰富增加了手术风险 手术成功率仅有25% 脑伤可能性为50% 医生目前尚无法确定女婴手术后 能否顺利苏醒和康复 在阿富汗西河拉特省的一家医院 很多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正在这里接受治疗 由于长期遭受虐待 很多当地妇女选择自焚 希望能够一了百了 入院治疗的病人中 年纪最小的是10岁的雷扎 她7岁结婚之后一直遭受家庭暴力 实在忍受不了被迫自焚 在阿富汗由于地位低下 家庭暴力频繁发生 很多妇女忍受不了折磨 选择自焚 空极鱼被称为海洋的活化石 自从人类发现了这个物种以来 一直没有能够拍到其幼鱼的画面 近日 一个日本海洋研究小组 在印尼海域成功拍到空极鱼的幼崽画面 新生小鱼身长31.5厘米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拍摄到的空极鱼幼崽 对研究海洋鱼类进化有很大的帮助 您正在收看的是五月新闻 在刚刚开始的一天 有哪些新闻事件值得我们关注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早晨5点40分左右 有着流星雨之王称号的 狮子座流星雨将有一次大爆发 届时每小时可能有300颗左右的流星 划过夜空 据介绍在5点44分和5点51分将出现两个流星暴雨集叠的流量峰值 最大天顶流量将分别达到每小时950颗和每小时600颗左右 甚至有可能上千 今天中国文字博物馆将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共四层 一到三层为展厅 四层为办公场所 现场工作人员说 由于是免费对外开放 估计到时候人会比较多 所以不建议远方的客人最近几天来 最好能够错开高峰期 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事件发生 我们继续一起浏览 1984年11月18号 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 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张上市股票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1928年11月18号 由美国著名动画片制作家沃尔特迪斯尼 创立的美国迪斯尼公司 创造的动画片著名角色之一 米老鼠 在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威力气传》中担任主角 首次与观众见面 好 接下来请看世界城市天气预报